這個不是冬天才光凸凸喔 這個是一年四季都是這麼光凸凸喔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右邊的山壁 這邊叫半沙漠型地質景觀 那因為它的冬天是這樣 夏天也是這樣 夏天這樣 這個夏天的溫度會高達有時候會到40度 38度40度 所以這個很炎熱的 非常炎熱 不過還好因為有這個 右邊有這個湯浦深河 這個叫South Top River 這個叫南湯浦深河 那北邊接到什麼 接到甘露市之後呢 甘露市有一個北湯浦深河 跟它交會 那交會之後就這個 所以它是兩條河流交會的一個地方 火龍火車有100截以上 河流又出現了又在右邊 來 這個就是南湯浦深河 那這邊也因為這種乾燥的這種天氣 所以才很容易的可以去這個 種植這個西洋生花青森 因為它是 種在土裡 它是種在土裡 它是在土裡生長 所以呢 萬一地質景觀是很潮濕的話 它就會爛掉 所以 那像這種很乾的地方才有辦法 種植 像花青森 這種森類的東西 這個 最主要是這裡的天氣形態 天氣形態 所以為什麼會成為產地 是有關係的 有原因的就是 它原生的天氣狀態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乾燥 非常非常的乾燥 慢慢的往前面看 這個 他們常常都在上面噴那個種子 他們這邊 種那個 種草 很好玩 它是用噴射槍這樣噴 把種子噴在那個土地上 然後可能來年春天那個草就長出來 他們都會這樣種 可是有的地方都種不出來 就是太乾燥 太乾燥 不過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 他們的生活環境